運20這個胖妞已經不斷的到全世界去了 那最新的消息來看到 運20跟殲石到埃及去炫技 這個不得了 這首次了 中國大陸一架運20跟了七架殲石 他們要去埃及參加航展 中國大陸空軍發言人就說 這是空軍8-1飛行表演隊 首次到非洲的國家去 那不得了他還會怎麼樣呢 要跟殲石去表演 穿越金字塔 運20跟殲石穿越金字塔 這個很厲害 因為上一次的時候 去年11月13號不是到沙特 沙烏地阿拉伯 到利亞德 去售航空表演 有沒有 從西部戰區 他說北部某機場 那就是8-1飛行表演的某基地 在天津 從天津飛到西部戰區 從西部戰區再飛到埃及 從西部戰區到埃及 7500公里 航程有點遠 那經過空中加油 甚至航路 因為你不可能說 你要飛到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國家 或穿過以色列進入埃及 不可能去以色列的嘛 他還要去選擇他的 對 飛到巴基斯坦 飛到巴基斯坦 通過伊朗 然後怎麼樣 不要經過交戰區 因為那個地方 黎巴基斯坦 以色列 還有這個我們講到的 紅海藍端的夜門的胡塞組織 那個不要 所以他要勝選 勝完畢 經過空中加油 所以剛剛講的 為什麼是運油二十 空中加油機嘛 那也包括了這個殲-10-C 因為八一飛機 就是先進-11 對 過去了 那因為埃及 埃及他有K8 買了中共的教練機 他噴射戰鬥教練機 就是買 我們講的買中國大陸 那我判斷他下一個 並不是說先買殲-31 可能先買 買我們講的殲-10-C 殲-10-C加上E E就出口 埃及 你有一個埃及 Export 也有埃及的意思 因為E我知道都是出口型 Export 但是Egy也是 我也是為你設計的 Egy 對 剛好我也賣給你 可能就是這樣 雙重意涵 對 你都已經買了K8了 你現在都是中國大陸做的 也習慣這方面的訓練的模式 再給你這個 我們講的殲-10-C E-E model 然後另外最後 再談殲-31 逆中 所以一步步來 一步一步來 是這樣子 因為殲-31 現在才剛剛讓大家看到 非常的吸睛 所以呢 你這個埃及 要買中國大陸武器 那這也是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訊息 因為為什麼呢 在今年7月的時候 埃及的空軍司令 就已經訪問中國大陸 你看背後是什麼 殲-20 會見中國大陸空軍司令 盯球 長盯球 然後在殲-20隱形戰鬥機前面 進行合影 所以代表說呢 真的有可能買中國大陸戰機 剛剛將軍說了 殲-10-C-E是非常非常有可能的 那下一步就是殲-31 這個呢又有什麼樣的意涵 因為呢 這個可是五代的隱形逆中戰機 對 那它一步步來 一個有第三代的K-8 K-8第三代啦 那現在第四代的話 就是殲-17 那第五代的話 就是殲-31啦 那是這個樣的 一步步來 所以我認為它這一次會 這個運-20啊 帶著這個漆架 它的飛行保險隊 穿過這個 通過這個金字塔上面 這個非常 它然後噴煙喔 很美耶 它一噴煙了之後 那個會很浩狀喔 很好看 而且跟你講 它不是高空通過 它是地空通過 那金字塔在旁邊 哇 它這畫面會 因為畢竟大家都 這個金字塔都是 四千多人錢 埃及是文明古國嘛 是啊 那大家都會很注意 對 很注意這個消息 而且會很經典 很經典的畫面 這個就有點類似 這個八一飛行 穿越萬里長城 那現在就穿越金字塔 又類似這個樣 它具有代表性 那這個經典一出來之後 你看 在中國大陸的時候 它飛過 從亞洲飛過中東 然後再到非洲 在非洲去 它是這樣 完畢之後 反向回去 經過多少次的空中加油 還落地 飛行員也要在休息 我不可能 我戰鬥機一飛飛 七千五百公里 我要休息一下 中將一下 在哪一個 在巴基斯坦中將 然後跟他們做互動 飛行員做互動 因為巴鐵嘛 是這樣 他們會有這樣的安排 對 那我再想問一下將軍 因為呢 中國大陸我們知道說 運20它代表 是一個投送的能力 所以代表說呢 它可以怎麼樣 它可以到非洲去 它可以到世界各個角落去 這就是中國到 軍力投射的一個能力 那再加上呢 殲-10讓大家看到了 中國大陸四代機 有多的強 那更別說 中國大陸殲-20 現在不能賣嘛 殲-31是未來的 所以呢 這個運20加殲-10 到了中東去 也讓中東看到說 中國大陸的武器呢 其實性價比好 然後呢 也沒有跟你管東管西的 美國你會賣F-35嗎 人家他要考慮是 以色列的感覺嘛 所以呢 中國大陸是另外一個 中東的選項 對 那埃及我們看的是友人機啊 埃及的無人機也是買中國大陸的 對 也就是這樣 這個我先講一下 包括了彩虹寺 翼龍 對 翼龍還有那個彩虹 都是中國大陸的 這樣不是說只是買這個 那中國大陸的運20 他已經去過非常多了 他到大洋洲 到東加 東加帝國 因為他火山爆發 他是救難 他印了藥 藥材 救難的用品 他也運武器 運武器運到塞爾維亞 對 紅旗 紅旗妖怪 地對空的飛彈 他整個運過去 他總共 他運了三趟過去 不是說一趟 對 然後 然後去做飛行表演的話 那已經去過了這個 我們講的這個利 我們講的利亞德 沙特的首都利亞德嘛 前面做過表演 但是到埃及去只是說 更遠一點 是這樣 那不要忘了 那以前在 在巴基斯坦在泰國演習 那很近 那個中國大陸那個也是過去啊 那只是沒有報 因為你就在亞洲嘛 你從中國大陸飛到中南半島 是這個樣子 他就沒有去特別報 巴基斯坦飛行表演隊 到泰國去做表演 到馬來西亞去做表演 就沒有大幅報到 因為他們有跨州 跨州 所以他次數非常的多 也包括這個上海 上海合作組織啊 上海組織的軍演 也是運20 所以運20很廣泛 而且運20成熟100 已經大概100架了 對啊 他的營量都量產 所以他軍用在這個速度 當然他第一次用 你知道是什麼時候 就是從北朝鮮 運那個找到那個 韓戰的遺骸啊 對 那個是遺回來的時候 他第一次就說 那我就運20 這個最新的飛機 然後我就運這個 對韓戰 這個犧牲的這些的 他的官密弟兄 遺骸移過去 那有沒有大家 每一個人捧 有沒錯 那就是第一次用運20 出進去運 是運他的 這些中林遺骸啦 是 其實運20為什麼說 我們不斷的介紹 因為他真的很重要 運20還有包括 因為20系列都很重要 運20 殲20 到未來的轟20 然後更別說運20 它是個投送的能力 它還有運油20 那個可以有油的補給的 這一塊 那投送能力是運20 好 你可以看到 中國大陸呢 全世界都能夠 有一些投送能力 所以當然在中東這一塊呢 也會看到說 跟美國不一樣的 美國在中東 被說你可能呢 都是偏袒以色列 中國大陸不太一樣 廣告回來繼續分析 還有加一個 120啊 對 還有120 那個120也有 對 有5個 120也是很厲害 只要聽到20系列 就很重要 這都是中國大陸名片 好 我們說現在 黑神話悟空 真的是說好中國的故事 真的魅力無法黨 真的是現在最好的 中國名片 尤其呢 連大陸的 這個美國大使呢 謝鋒都注意到了 他最近一邀到哪裡 到紐約富比市舉辦的 美中商業論壇上發表演講 就特別對美國啊 商業人士啊 介紹悟空 引發了巨大的影響力 其實不只是他 還有很多的網紅啊 或者是玩家 也對他非常非常的了解 有一個呢 玩家就把悟空的 七十二變的招數 講得頭頭時到 我們一起來聽你看看 在一小時的一小時 Its concurrent player account 在一萬元的時候 影響一個人的 合作 真的十一小時 爆發改成了 所以你能看到 很大的影響力 在第一年代的 現代的 他也有能力 他身上有84,000頭髮 他能夠把每一人的髮型 把每一人的髮型的髮型 靈濟菩薩可能只是西游記 作者吳承恩虛構出來的 不管怎麼樣 孫悟空我們從小念到大西游記 沒想到現在變成全世界 都在談論的話題 對 因為這個 他已經賣了一千多萬套了 所以他的市場無限 因為在大陸14億人口來看的話 一千多萬套 還有很多人 還有全場空間 對 這個市場的潛力還非常大 而且他的有這個文化 文化的元素在裡面 那大家又對孫悟空又耳熟人響 那這樣的話 他周邊的商品 包含那些相關的景點 包含對西 我們講到這個山西 這個山西 陝西這方面 更有大家都去看一看那個地方 結果以前的時候 剛開始的時候 大家知道海角七號 那大家都到肯定大街去吃 不是嗎 都是這樣 所以它是文化的元素 然後故事的題材 然後大家的求知 那下一個劇情會怎麼樣 就是說你一直想要探知他的未來 過關 然後過關那種成就感就出來了 因為你克服了 把魔 把妖 把怪打敗了 那就是感覺到也很有成就感 所以他很吸引人在這個地方 那以後我想說 可能會不會有皇帝大戰持有 有可能 有可能是這樣子 這是我們以前的神話故事 類似這樣子 那這種以後會不會出來 以後可能也會出來 因為他有這一個悟空之後 以後可能療齋 或者是白蛇傳 或什麼都以後會有故事性就出來了 那大家都喜歡 那這療齋 水曼金山寺 那白蛇怎麼樣 白蛇傳 都會有這個狀況 那故事性的這種題材 我想都會出來 那就是以前我們的中國的故事 結果現在因為我們有這個能力 創造出這個遊戲 或者是影視作品 讓全世界的西方人 也許也可以看看中國古典的文化 這就是很好的文化輸出 另外再來看到是說什麼 現在這個中國大陸製造能力很強 但是你美國現在被說 有些金字招牌 都被說變成不是當初的名片了 比如說播音 播音你現在是很眼紅 因為播音說什麼 2043年中國大陸機隊 規模會增加一倍以上 達到9740架 是世界最大的 而且這個旅遊市場 寬體機隊會越來越多 另外他的播音的民用航空的副總裁 他說經濟成長會持續建設 中國大陸國內航線的網絡 也會越來越好 而且客貨量 這個民航市場持續增大 客運年增率達到 超過了5.9% 全球大概4.7 但是你有5.9 很好很好 我們都知道 你們很看好中國大陸市場 中國大陸播音中國的 這個總裁柳青也說 波音真的把中國市場視為重中之重 看好未來20年不斷的增長 但是人家中國大陸 有一定要買你的嗎 你這個是很多問題 譬如說來看到 這個波音客機 這個拆輪胎竟然爆炸了 達美航空釀二死一傷 所以美國聯邦職業安全 跟健康委員會 就要開始調查 這個波音好多事情 對我們可以看到 中國大陸現在的民航機總數是4500多架 那到了2013年是9740架 就將近一倍嘛 因為那不是說這個用 因為20人就要一換 你這個飛機 這個我們講民航機一般以為20年 20年就變成客機就轉貨機 就運貨吧 是 聯邦快遞什麼的 就運那些東西 運晶片 你運你的櫻桃就是了嘛 你不是櫻桃空域來台嗎 就是你這些了 那換句話說 那它的市場不是說 那20年就要一換 是這樣 那市場是很大的 不是說一勞永逸喔 那這樣的話 那市場變成全球最大的空運市場 你看看現在 中國大陸旅遊業是不是 Tranha Travel不得了耶 你免簽96小時 還有一面144小時的 144小時的 你不是常常去 對啊 那你不是坐這個飛機 那所以市場 我還有坐過C919 硬要說 你這樣的話 你這個 對不對 市場需求就來了嘛 如果大家一直都在那邊去 跑來跑去 你不可能在地面上坐火車 或開車吧 對 就是這樣子 所以它的航空市場 將來14億人口 在外國觀光 外國觀光都倍速成長 真的 你看的時候 你去那些景點的時候 有沒有看到好多老外 很多老外 而且我去西安的時候 看到很多老外 也是扮成那個古裝的樣子 對 類似這樣 這個就是以後 以後中國大陸可能 因為它古城多 有這個文化的因素 那它將來 很多的這個 那個碳優仿盛很多 那你的航空會不會來 你要到迪化 你要到那個 那個烏蘭巴托 或者外蒙古 或者是你要到那個雪山 到西藏 你一定坐飛機的嘛 是 真的 對 你要到南疆 或者是你要到昆明 對 你到貴州 你是不是都坐這些 那航空市場就來了 但我們現在來看 你剛剛就講的就是 波音 波音 一下輪胎爆炸 一下空中的時候 輪胎掉在地上 炸到車子 然後那個逃生門一下跑掉 對 太多事 太多事太多 我說它的瓶管 出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什麼意思 就是瓶管 你品格管制啊 你的縫隙規定有多少 規定的縫隙 只能有0.2毫米 結果你空氣一多 它的一袖震動 相對風就垂掉了 規定0.2就是0.2 那個規定 要緊一個 0.4放行了啦 你放行在空中 速度一大 還有一個我們知道 你坐在裡面的時候 是加壓 對 那向外壓 是 就把你壓掉啦 是 那是這個樣 所以它這個 瓶管 有問題 出了問題 可能它的 這個我們叫做職工 就職場 就是施工的 這方面的紀律 出了很大的問題 OK 那這是一個 瓶管的問題 很大的問題 因為波音公司 我們知道它是非常賺錢 以前沒有Airbus 空客之前 其實它非常非常壟斷 所以現在也只有AB加C C919 所以美國跟這個歐洲 兩個在爭 一二嘛 那現在也可以看到 你都不斷不斷的出事情 所以巴倫週刊也提到 中國大的航空市場 真的還會需要 七千八百億美元的航空服務 還有四十萬名的新員工 那你到底看得到 吃得到嗎 因為波音到現在上半年 訂單同比暴跌 百分之七十 所以就大家不想做 因為現在 可能要搭飛機 都會看一下 你到底是搭的波音 還是Airbus對不對 那更比如說 中國大陸你看 這個C919不得了 第二總裝廠要落地到浦東了 滿載的產能來到150架 人家都可以做自己的這個C919 未來我們也期待C929 這些慢慢你看 你這個怎麼那麼多 什麼增加多少 什麼七千 九千多架 什麼等等的 未來C929之後 也許也有一些訂單 是用中國自己去找 這是一定的 我們先看這個八輪這個 這個收盤組的報道了 那個現在的這次是 43萬名新員工 中國大陸現在缺1萬名的飛行員 然後缺10 你說民航的嗎 民航的缺1萬 這個到飛行員了 對 量很大 缺19萬個維修人員 這個維修這個黨的時候 這個維修 然後缺了40 然後你這個 另外23萬是什麼 我們講到的空服 空中小姐 然後送那個什麼東西的 那個送貨的 送餐的這些 這些地面的這些人員 那這個又是另外的 總共缺的是43萬是這樣 不得了 所以這個市場是很大 所以將來的時候 你把你的兒子 培航飛行員 待遇也好 沒有 跟你一樣 當那個 飛戰機更好 沒有 但是飛民航機錢多嘛 錢多好照顧 現在買房子 那個新清安 新清安 銀行會斷頭的 那你就飛民航機待遇好 你就不怕新清安 銀行不借 不借你有錢 你一個月那個 當了民航機的駕駛 一個月三四十萬 四五十萬 就是這樣 正駕駛的話 還有拿到五六十萬 一個月 我講不是一年 不是連薪 是一個月月薪 所以這是一個 A1變成是那個求職 求職 然後叫你兒子少玩 超大電動 眼睛那麼好 因為眼睛要做 電動也不錯 電動我覺得也可以 但是你眼睛那麼壞 就沒辦法當機師了嘛 你看我們來看這個919 因為919 現在我們講四個字 供不應求 供不應求 市場太大了 因為中國就已經訂了 一千多架了 對啊 你現在連產才一百五十架 當然是不是供不應求 你要十年 他現在訂了 東包航空 四周阿航空 深圳航空 上海航空 南包航空 都訂 多了 都在訂 總共加起來一千出頭 對啊 那你不要忘了 東南亞 還有東南亞國家 東南亞市場 有 因為這個是5500公里 剛好就是這個區域 整個中國大陸 整個東南亞 還有整個中亞 你就飛來飛去 中亞自己飛來飛去 就這個飛來飛去 因為你遠程不要用 遠程 然後遠程 進程你不要用大型 浪費油 真的 你不要用大型油 就是說你要載那個 你要載五公噸的東西 你不要派35公噸的貨櫃車來載 五公噸的就是 一般卡車就行了 就類似這個樣子 那它的區域的優勢 在這個地方 然後區域的優勢 區域市場大 國際的市場是有限的 所以區域市場 它是鎖定在這個地方 那919成熟了 你看它在這個 我們叫它浦東 又是第二條生產線 或者叫它在 為什麼 因為功不應求 要快碼加編 前這個白花花鷹子送給你 我要 你趕快產出來 我就能夠拿到 那如果是不夠的話 我要看它有個趨勢 要不要搞第三條生產線 要啦 因為什麼 因為國外的市場 對 這樣子 現在國內市場已經非常多 但是要趕快造出來 我們都知道說 C919越多的話 那航線會越來越多 譬如說我之前去西安 我也考慮從 廈門搭C919去西安 因為它有這條航線 國內中國大陸自己 國內可以這樣子飛 航線越來越多 飛機也需要越來越多 好那這是C919的部分 但是你知道 波音真的很多問題 你知道連荷蘭的 皇家航空公司 直接說 他們接收了手教 短程的飛行 Airbus的飛機 空客空8的飛機 還說我們要投資71歐 我們不使用波音飛機 我們呢 什麼呢 要用空8的A321NIL 取代波音737 我們要用A30 A350取代波音飛機 跟客機 等於是說 我已經不要再用你 波音飛機了 對 那波音真的問題很多 波音還有另外一件事也很糗 因為美國太空人滯留太空站 結果呢 波音說起始大陸 為什麼呢 因為你從六月去 回不來啊 因為你波音的這個星際飛船 出發之後 就有問題啊 所以現在只能用 SpaceX的龍飛船 明年二月才坑 把它接回地球 對 我們可以看 我們先從波音開始 那個A321 是我們講的單走道 那就有取代 波音737 其實就是跟那個C9191 對 一樣的 那那個A350大型 那大型的話取代大型的 小型中型的取代中型 大型取代大型是這樣 因為波音在這方面 商業的這種 因為航空公司最怕摔飛機 不能摔 一摔還得了 所以它為了安全 那我波音先不要考量 等你成熟了 確實的 這個安全系數上提升了 有保障了 那再買 要不然它整個公司的 這個營運都會受影響 這堵住啊 那原來上海就買空中巴士 空中巴士畢竟安全 那將來那個C919 我也可以考慮 因為C919 它要有歐洲試航證 因為它是荷蘭的 要試航認證 試航認證通過 要歐航 歐航的 歐洲航空的 試航認證才可以 因為我們看這個 這個融飛船 因為 博音出太多事情 所以這兩個太空人 就繼續在 國際太空站 好糗喔 從六月到明年二月 要送更多的便當 還有氧氣 氧氣要液態氧給他們 要不要 那大家總要吃 吃到明年二月 繼續吃便當 那兩個在那邊 是很無聊的 因為在太空站 原來上 說實在太空人 都不是好過的 你不好睡 你旁邊都是那個噪音 都電腦那個噪音 然後你都扶在那邊睡 扶著睡 你扶著睡你怎麼睡 你扶著那邊 他可能要綁住 他有捆收你帶 有捆 你捆也不舒服 你在發生的時候都綁 感覺到好像是 有受到地心引力 但是問題是 睡不好 失眠 十個太空人 最少九個失眠是這樣 那你在那邊 很辛苦耶 最重要的是因為 俄乌戰爭 俄乌戰爭 俄羅斯 不能用俄羅斯的接收錢 你都要拜託俄羅斯 幫你發射那個 火箭把人接回來 拉不下臉 拉不下臉的嘛 那你現在好 那就是兩個 一個波音 一個就是Spec 就是馬斯克 伊隆馬斯克 那你就求這兩個 那波音 波音不可靠 那上次漏氣 氮氣也漏了 然後那個 那個氦氣也漏了 你怎麼弄 好 那就請求 請求馬斯克這個Spec X Spec X我請求的時候 波音他會沒臉 這是我的事情 因為他們也在競爭 他們也在考慮 結果我的東西就變成你來做 就類似這個樣子 那波音會會抹不下臉 但是沒辦法 你難道 你難道還要到明年二月 不回來過榮歷年 不行啦 太久了啦 回來過榮歷年嗎 雖然美國不過榮歷年 但是你早點回來 跟家人 團聚 團聚是對的 而且他已經延遲了嘛 八月你現在搞到還要 這裡再半年 對啊 受不了 我們都知道說 美國其實航母呢 他們延後進行維修 或休息 已經是常態了 我們沒想到 這個太空人出去的任務 也可能會隨時會延遲 那但是中國大陸不一樣 中國大陸暗表操課 早就告訴你 10月下旬的時候呢 這個神舟18號要返回 神舟10號 19號要發射 人家講得很清楚 那更比如說 中國大陸有很多的發現 譬如說長蛾5號有新發現 月攘可以轉化成水源 因為它可以變成有氫氣 氧氣等等 所以呢 大概一噸的月攘 可以產生51.706公斤的水 不是 51到70.6 OK 51到70.6 就是一公噸的月攘 可以產生的 大概就是60公升 60公升 一公升就一公斤 水是這樣 那你有水 你就有氧氣跟氫氣 因為月球它有太陽能 是這個樣 然後你這樣子的話 水的問題解決了 人員問題解決了 那你就很好了 因為你將來上去的時候AI 你上去的時候是 我們講到的3D 3D電印 要這個樣 他幫你做出來做好 你也不要這樣 水幫你生成好 氧氣幫你生成好 心氣幫你生成好 都是這個樣子 那現在月攘 月球總共有2400多億公噸的水 你按照中央來算 一算就算出了 2億 那是很多的 水是不宜貴吧 那中國大會在這個方面 先節足先登了 因為已經到月球背面 把土挖回來做研究了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酷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復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Royal Care 請按照專屬